哈喽,大家好 嗯,就说一下 嗯 嗯 做事呢,还是让自己舒服 比较好 具体来说 什么呢,比如说我今天 我啊 和我一个朋友一起呢 租车去出去 后来呢,回来的时候呢 剩了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就一起开车呢 去了沃尔玛买东西 回来的时候呢 我有个袋子呢 落在车的后备箱里 那个袋子呢 装的是白菜 嗯 就是一些蔬菜 嗯 可是呢 它因为被放在车的后备箱 而且是角落里 不然也不会忘掉它 所以我怕这个菜呢 会在后备箱里一直待着 我怕别人不敢碰这个菜 不去拿 那它就坏掉了,就不好了 嗯 嗯 然后呢,如果是方便 如果是为了我自己方便的话呢 我就不去管它了 因为车也缓了 嗯 而且呢 也就是一袋菜 而且呢 嗯 嗯 其实应该也有人处理这个车吧 然后 但是呢,我还是要去 确定我的这个菜 没有在后备箱里 它不会就是坏掉 所以我就查了那个车的行程 看它下一次 等待还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然后呢,我看 我查的时候是11点 就是在刚刚才嘛 我就在那里 我提前20分钟等在还车的地点 等那个车来 然后确定一下 那个菜不在那个后备箱里 然后呢 我就放心了 所以就回来了 嗯 我 这样我会比较舒服 因为如果我现在就在那里闲着 不去管它的话 我真的会不放心 会不会是我的一点小食物引起了 就好多人的麻烦 就不好了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的啦 如果有什么事情 是你觉得你不做 或者说 你不做你心里会不舒服 那就去做 就是看你的心 它是不是舒服的 它会导向你的行为 是正的 所以人正心正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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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